盘点游戏中你没见过的植物 以下植物都是这个蜘蛛侠回旋标头像的作者绘制 这个作者和老庄一样喜欢合成植物 第一个想必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植物合成的 没错 就是三重射手和暗影豌豆的结合体 江湖人称三重暗影豌豆 还有一个暗影形态的模样 也是非常霸气侧漏的 第二个就是封面的毒液芦荟 这个是毒液豌豆和芦荟的结合体 江湖人称毒液医师 或许丢出去的水滴除了buff以外还给植物附魔毒属性 第三个很明显是双子原始向日葵 属性或许是能够产生双倍大金币和双倍阳光 第四个是仙人斩和充能柚子的结合体 名字可以叫充能次柚 发射的电磁炮打到僵尸后会分裂31根尖刺散开群弓僵尸 第五个是暗影花生 是花生和暗影豌豆的结合体 或许它的新技能是可以吞噬石阶僵尸并和它同归于尽 第六个是普通花生吗 当然不是 这是带毛的花生 也就是花生的老祖宗 也可以喊它原始花生 或许吐出的子弹是熔岩花生粒 第七个是蔡温和火爵的结合体 火爵长出来双臂 原可火焰龙卷风击退 尽可挥舞火焰拳头暴打僵尸 以上就是这位国外合成大师的作品 大家对这些新植物有什么不一样的属性介绍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点赞关注评论 最后的肯定是不散开关注的 最后的肯定是不散开关注的